前天大道简介 前天大道简介 介紹 中英對照前天大道简介 以何謂前天大道? 二道與我有什麼關係? 三求道是求什麼? 四求道對我有什麼好處? 五具備什麼條件才可以求? 六求道對我的生活 有什麼影響? 七道的寶貴有什麼印證? 一何謂先天大道? 先天大道又簡稱道 我們若仔細地去觀察 心跳開悟之後 就可發覺宇宙間森羅萬象皆是雜而有序 而自然界萬事萬物的運轉 也都有一定的法則 各天地人是萬物的真主宰 就是道 道能在天地生成之前即已存在 而道能生天生地生人生萬物萬類 在天地人萬物毀滅之後 道不會毀滅 道因為無取無來不生不滅 乃代表著宇宙間更不不變的真理 道的本體 也就是宇宙自然的本體 在混沌未判之初 宇宙間只是一環靈廟裡 無天無地無人 也沒有語言和文字 所以我們是無法以任何語言文字或思慮來形容它 故大道無明強明曰道 我們也是勉強用道這個名詞來代表它 在天地萬物生成之後 道就能貫穿於宇宙萬事萬物之中 使一切的自然現象均能呈現和協有條不問的運轉 這就是道的妙用 道大理為 我們非然無時無刻移不開道的本體和妙用 卻又很不容易去認識它 因此在兩三千年前 各教聖人應運出世各化一方 針對當時天時底利及眾生的根氣 留下先經萬點 穿下諸多虛惡從善的修食法門 同時也讓雲雲眾生認識了明明中 宇宇宙萬事萬物均有一個真正的主宰 或稱為上帝或稱為造化或稱為天主 宇宙萬事萬物均是一名而同意 我們對道有了深一層的認識和體悟之後 就會了解天地間實無一物 不是導致本體與妙用的合一 因此道非然涵蓋各大教門的精益 為先門外教的總源頭 確實不具現於宗教的領域裡 而上帝或老也不只代表著一切宗教的最高信仰中心 更是天地萬事萬物萬類的根本源頭與最高主宰 其宇宙間永恆不變的真理之道 所以我們今天有機會了解什麼是天天大道 不只找到了各大教門的最高信仰中心 也找到了宇宙的根本源頭與最高主宰 更能對宇宙至高無上的真理有一個初步的認識 道之真意在先天之先不為天在後天之後不為後 極大上有可量極為上有可指 為道極大不可量極為不可指 極大不所以大無不包為無不入無所不貫無所不通無所不徹 貫徹了天地人萬物萬類 貫徹了三十三天萬 貫徹了天經萬典 貫徹了天法萬法 貫徹了天教萬教 貫徹了天佛萬祖 貫徹了我之一身 此乃顯天大道寶貴的真意 人人必須知真覺 一機是人人與我我與人人良心之行也 此乃萬眾一心萬 我一家世界打同此先天大道之寶貴也 二 道與我有蛇們關係道的寶貴 在於他大而無所不包 細而無所不入 天地生成之後 道貫穿於天地萬物萬類 使得日月星辰之運轉 各有其時 四時之交替萬物之交漲 各有其序 而最寶貴的是 各天地萬物的主宰 同時也是我們人一身之主宰 曰信里 使得我們不學而能看能聽能吃能動 因此我們不只要看求天地間的智力 更要回頭認識我們身上不有的真理 不天天大道即是性理真傳 道的寶貴 並不在於它有什麼神秘稀有或特殊之處 而是在於它平時 但我們卻時時刻刻離不開它的本體與妙用 我們反觀一下自身 就會發覺我們身體的結構是非常精密和奧妙的 我們輕輕地握一下手 就算是這麼簡單的一個動作 其中所牽涉到的所有關節物理作用能量化學反應神經系統 其中資料訊息之傳輸 及腦部分析判斷和命令之下達 以目前全世界的科技知識和文明水準 也無法一一表達出來 但是我們做出個動作的能力 卻完全不應個人知道上了程度的差異 而有任何影響 不論是學士多豐富的學者 或是目不視兵犯夫狗族 不論是成人 或是剛出生不久的嬰兒 都可以輕而易舉地做出的動作 人人與生俱來 不學而知 不學而能 無增無間的良知良能 就是主宰我們一生的道 我們有學體而得到的知識和才能 有忘記的時候 有疏遠的時候 而道的本體和尿用 不用學習 不用思考 大而能主宰宇宙的運作校長 小而能主宰我們一生之視聽言動 我們有而不知其有 用而不知其用 卻有無時無刻不能缺少它 而不增不減 本字舉足一切 我們身上固有的道 因為就在我們身上 又稱作自信老 我們了解了 各主宰天地萬物的道 在我們身上就有 它的作用不應受到我們讚美或否認 而有任何增減 無論種族膚色國籍宗教信仰或平賤富貴 均無分無別 因此 我們能求得天天大道 不只找到了宇宙的根本源頭 也找到了不生不滅的真果 不只認識了宇宙 也認識了我一生的真正主宰 不只追求到了宇宙之之底 也找回了我身上本有的真理與良知良能 先天大道的根源是在我身上 原來不有的是我由先天帶來的良知良能 即是我的良心 我的良心即是天心 天心即是道心 此心無情無相即是真空 真空之以妙 空而不空 空中妙有 妙有者 生天生地生人生 萬物萬類之大分也 妙有者 萬靈真宰也 主宰天地人 萬物萬類之真主宰 亦即是主宰我之一身 不曰道再無身 一切萬能 道離無身 此身敗無益能 先天大道如此寶貴 乃人人必須追求之道也 三求道是求奢 么靜心觀察我們所存在的宇宙 我們往往會散造物主的神奇 自然界每一刻皆有無數的事物在同時運轉 而其整體卻又是那麼協調 我們身上的整個真理不也是一樣嗎? 每一分一秒 我們身上皆有無數的生化反應物理作用 等同時發生 道的妙用分布在我們身上 不用學習 不用思考其作用 雖成千上萬 合起來卻只有一個自我 一切有條不問自然而成 道在無身 運用自如 在眼能是 在耳能聽 在口能言 在鼻能聞相醜 在身能運用情動作是 此其道在我身之妙用 所以我們了解了道不只主宰這天地萬物 更主宰我們一身 宇宙根本源頭最高主宰於我我一身主宰 並非二也 道的本體無情無相 我們肉眼看不到它 手也摸不到它 但它卻無時無刻不再發揮其妙用 更靜而隨著天時及環境 而發展出語言文字經典 提造福人類的文明 刺激是我們良知良能之作用 一般人不了解道在於我們自身的本體和妙用 只模糊意識到它的存在 便以靈魂代表它 我們稱其為自信老 因其沒有生滅也不會壞壞 我們也稱其為真我 此真我能是最富足最圓滿最光明最完美永恆不秀的 現在我們來生一看 看得見摸得著有形有像的肉體 能不能代表我把一個人生命中不同階段的照片拿來比較 我們就可發覺 面貌是無時無刻不再變化的 我們一般均習慣也像貌肉人 但像貌卻不是永恆的 我們的肢體也不是真我 某些人不幸失去了一隻手或一隻腳 仍是好好的活著 我們的內臟呢 現在科學昌明 其自己能把動物的心臟成功地質入人體 我們不能因此說 個人不是他自己了 就算猴的腦細胞 從我們一出生就開始 不斷地在壞死減少和變化之 因此 有形有像的肉體 只是真我的一個工具而已 肉體雖然看似真實 卻無時無刻不再改變之中 不需數十年 又變成一堆黃土 因它不是永恆的 我們稱之為嫁我 對於真我和嫁我 有所了解之後 我們也就可以了解 我們為什麼要求到了 如今我們非常幸運能有機會求得天天大道 求得的就是三寶 三寶簡單明了 但也博大精深 其內容在求到時會詳細解說 現在只簡單的提出兩點 首先 求到就是直接點出了真正永恆不休的真我 也就是良心本性的發 在物質文明遠教精神文明昌盛的今日 假若迷失真我 我們的人生將有如行屍走肉 若是真假為真 更使我們為了盲不滿足嫁我 而做出害己害人的事情 造成自己在世時與死後的災禍 因此 求到啟發了我們內在本的真我良心 真我、假我、血條融合 是我們的人生不論存沒 都是平安喜樂自在充實而有意義 其次 求到也就是開啟了我們身上的正門 又稱良心之門、智慧之門、慈悲之門 這個門非常的重要 當我們要離開一間房子時 自然由大門離去 如果次門無法開啟 而被迫從窗戶或陽台跳出時 就可能會摔斷腿 我們的肉體就像一間房子 真我靈性就像是房子的主人 當有一天肉體要毀壞時 真我靈性若不得正門而出 被過令尋旁門 其恐懼與焦慮是無法形容的 這也導致了死後的痛苦與不安 因此 我們可以發現到 絕大多數的人臨中時 其肉體皆顯現山 將硬恐懼無助 與掙扎之相 求到就是開啟我們 各生來死去之正門 也就是通偏大度 因此 我們今天很幸運能求到 求得三寶 打開靈性通天之正門 可以讓我們找回真我 認識我自己身上的道 自然以良心作為代人物之準則 使人生更有意義 更進而解決生死大事 得到超生寶寺的保障 百年之後 回到我們的來不家鄉 所以先天大道又是回天之道 先天大道之寶貴 即是天經萬點不如壹點 此點打開旋 觀正門 佛門 天行大路 一步之超級的永生之道 此點寶貴 超佛樂祖 超經樂 點超越天地 得到這一點寶貴 他是諸經之師諸法之王諸佛之天地之 不曰超生了四奇的永生 不悔不滅之天天大道也 此能即是人人原來不有的 必須返回天之道也 四求道對我有什麼好處 我們今天很高興能有 十個集園求道 能夠開啟良心之門 智慧之門 通天之正門 這是第一步 這寶貴的道 才能帶給我們終生受用不盡的福之意 離苦的樂人生在世 遭受重重之苦惱 就其根源皆起陰於迷失了真我 求道首先就是讓我們認識人人身上不有的道 召回我們本有至真至前至美聚族園們 永恆不求的真我 在日常言情之中發揮真我 是我們一舉一動皆能和於禮 至於至善 至於至善自然不會受周遭的人事物所左右 我們的心也就不會患得患失 心為一身之主 我們既然在心境上有所提升 自然不會與邪惡之事相感應 則不相隨心轉 還可以改變命運 對於西級彼胸 朝向光明 使我們得到真正的喜悅 逍遙自在 二多比南自有人類文明以來 道德真意便代代單傳獨秀 其末络贯穿了早期的主要文明,如中国、印度等。 奈何近百年来人类受物欲所比,在空前繁荣的物质文明中逐渐迷昧了良心,甚至竟相制造威力其大的杀人武器。 回顾数千年人类历史,在近代短短数十年间,便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无数挑战,伤亡无数。 滥用科技文明同时也损害了自然环境,造成大气臭痒层之破坏。 全球性气候的改变,人心之变,但造了天灾人或连连,人类已为自己酝酿了一个空前的浩洁。 因此,上帝红恩慈悲,特将大道谱传于世,以挽救良善。 求道以后,我们时刻存这道心,以良心待人处事。 当遇又人类不可挽救的灾祸时,只要成心使用三宝,必能灾地结。 逢凶化极。 此事,验证甚多,不生美举。 三超生了四人生,又如一段苦乐相参的旅程,遭受生存竞争衰老并痛死亡等困苦人皆难免。 而人间重重欢乐又往往是短暂一变的。 尤其当旅程结束时,终就成空,微速渺茫,更不禁令人稀毒畅广。 是以智慧者又鉴于此,乃以超生了死。 追求真实永恒的人生意义,为人生至高之目标。 古代先修后的,因此故人为求超生了死,尽必生之力苦修苦行。 仍难以仿的明师达成心愿。 如今大道谱传,先走后修,在求道过程中,天命明师一指,开启了我们通天正门。 先赴予超生了死的保障。 我们得到以后,认识了真我,以真我为主宰。 愿离邪心放念,让我们的心念言与行为。 无论在人处事结合于良知。 百年之后,天我灵性自然返回不家乡,永享平安喜乐。 四,成圣城贤求道也就是为我们种下一个成圣城贤的正因道种。 只要我们以智慧慈悲清净灌溉它,它必然萌芽开花。 结果,在此功利主义弥漫的黑暗时代,大道乃是光明的灯塔。 求道修道不仅让我们能够独善其身,更使我们有机会可以奸善天下。 求道之后,只要我们时刻抱着道心良心,在日常生活中真诚实践道的精神。 不计的人得失荣辱,努力使周围每一个人都可得想到的好处,让道的光明照亮每一个角落。 尽其一生,精净不屑,则在世集成就圣贤事也,归天之后,必正圣贤果未无疑。 千天大道的宝贵就是天道天命。 天命,就是三朝明师,明师一边玄关开,打开正门佛祖来。 天堂非在我身外,天上地下我都在。 此乃千天大道的尊至贵至宝也。 千天大道,天命宝贵。 三朝明师这一点妙至极意。 非是在言语文字相声音可得。 非是在千经万点上的。 非是在讲经说法上的。 非是在世智变聪上的。 非是在佛学才能上的。 非是在财高八斗上的。 依上皆是生死法对待法。 非是超生了死脱对待了生死之法也。 此次极的千天大道妙用妙能的宝贵。 其妙极意。 此者是无师智。 此智是妙智妙慧。 此智此慧是我本来不有的。 由仙天带来的。 一极是在找回来天地人万物万类未生以前我的初心。 即我良心天心道心老心也。 先天大道之妙。 此妙之贵。 妙不容颜。 不学而知不学而能。 一极是先天带来的先知先觉妙用妙能。 此知此觉此能此用。 不用言语文字声色。 不用思想。 不用念喉。 不用言听事动。 而生天地人万物万类。 生天地人万物万类之后。 此可分妙也一不开其妙用妙能。 不曰万灵真主宰也。 摄若天离开先天大道之妙用妙能。 则和汉心斗乱续。 日月无光。 亦不能轮。 则阴阳二气不能流通。 万物万类世界的众生。 人人皆不得其生存。 摄若大底离开先天大道之妙用妙能。 这荆木水或土不能相陪。 则现象丛生。 山峰地裂海水枯干。 亦使万物万类世界的众生。 人人不能得其生存。 摄若人离开先天大道之妙用妙能。 则寸步难行。 眼不能看耳不能听。 口不能言。 总之全身不能动作。 一百日之后成了一堆臭骨臭泥土。 此乃先天大道妙用妙能的宝贵。 妙智即矣。 摄若觉悟认识天天大道之妙用妙能。 的支持而实行。 即是天人和以天人一体治理。 觉言妙不容言。 不是死后成佛。 当体即佛矣。 不曰如来佛如是佛也。 此乃的先天大道修先天大道之好处。 不具备什么条件才可以求道。 求道既然能够带给我们终生受用不尽的好处。 我们今日能有机会求道。 会不会显得太容易了。 事实上。 我们能得闻天天大道。 首先要感谢上帝的恩慈。 将自古不清洁的大道复传于是。 使我们有机会得此天之道。 另一方面。 我们本身也必须具备足够的条件。 祖上有德根基身后佛缘成熟。 才能够顺利求道。 此外,我们必须向宇宙至高无上的造物主上帝发一个良心愿。 此愿可归纳为三个要点。 亦得到以后。 愿以明疾病是剑刀的精神。 也就是日常生活所思所言所行。 皆愿以良心作为依归。 二得到以后。 愿以能力所及。 住周围需要我们帮助的人。 愿意多了解道的意义。 并让更多的人蒙受天道的福祉。 三得到以后。 绝不将求得的三道告知任何人。 三道必须在庄严的求道过程中。 天命名师传授给我们才有真实意义。 若有我们切录给其他人。 则不但毫无意义毫无效果。 我们自己也违犯了天律。 这良心愿, 合乎人人本具天赋的良知良能。 所以我们人人都能够做到。 真诚实见良心愿。 也必须滋润我们求道时种下的智慧慈悲清静之正因道种, 使他顺利萌芽开花结果。 才不至虚度这天在难逢的求道修道良辰。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能顺利求道。 原因之一即是沾了祖德的光。 是顾上天开恩。 只要我们修道有恒, 则我们的祖先也有机会可以求道。 超生得救。 我们的子孙逆的硬币。 对父母祖先尽大小, 这是最好的机会。 只要具备以上条件, 则不论任何国界种族宗教信价的人, 都可以求道。 欲求得天天大道, 脱出轮回之苦地欲之灾。 世间的穷通受幽观寡孤独生老病死苦。 而返天堂永享天伦之乐者。 必须我又得欲六万年良陈佳琪的幸运。 我本人心地善良。 我有先天根基深厚。 也就是我本人前世做的功德善事很多, 似极天圆。 我本人祖先有功德, 做善事, 似极祖上有德。 我牧人遇到荧宝师祖我得道, 似佛缘以至。 也就是前生我们一同做过功德善事。 或一同又修过宗教今生与天道将事, 一同得道修道。 此乃佛缘以至。 六求道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现今正值上天恩开。 先天大道普传, 正就良善之时。 不普传方式皆以方便善巧, 与众生起机为原则。 因此修道不会对我们正常的生活, 造成任何负面影响。 这与一旺许多人苦修苦练, 甚至出家的修行方式有很大差别。 也正因为如此, 先天大道能在日新月异的现代, 适应社会的各个阶层, 穿不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使人人皆有共瞻天恩的文大道的机会。 关于求道对生活有什么影响? 我们又以下几点来看意与任何宗教没有冲突到, 代表着天地万物及我们一生之最高主宰与真理。 不止在各大门创始之前, 甚至在天地卫生以前, 道就已经存在了。 因此,任何教门, 只要其教义是追求真理及实见良心, 就不会与道有任何冲突。 事实上, 不止宗教, 只要我们以看求真理的角度去观察, 则自然界万事万物皆能与道文和与印证。 若我们缘由某种宗教信仰, 求道将不会造成任何抵触, 也不会是我们背弃缘由的信仰。 反而, 让我们对真理的探求, 有更深一层的体认。 二, 以良心经为最高规界每一个人生活环境中的文化习俗时代, 背景法律条文及价值观念都不完全相同。 因此, 没有任何一个具体的规界或条文能够适用于所有的人。 所以, 求道后的规界, 着重在我们每个人真我良心之实见, 由真我良心主在自己。 而不是在经典之背诵上及律法之钻研上下功夫。 三, 不照良心愿行。 有和透过很重要的一点求道, 并非从外再加起我们良心与真理, 而是藉着开启我们智慧慈悲之门, 找回我们身上固有的真理, 让天理良心自然流露。 因此, 求道后, 所有真修实行之人, 皆是自动自发的。 师父, 求道后, 若我们不照良心愿而行, 并非将出现任何外力, 来强制我们遵行此愿。 而是将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 由真我良心督促自己, 而自然改过向善。 四, 圣凡间修真我之实践, 并不局限于教堂或寺庙之中。 因此, 现经大道谱传, 并不要我们家舍业, 到深山不寺之中修炼, 而是在不影响家庭工作学业之正常情况下, 圣凡间修。 在日常生活中, 时时刻刻一言一行, 皆能以天理良心为一归, 就是真我之实践。 无由提升自己, 而天善天下求, 到后会使我们生活更充实, 心灵更和谐。 而更重要的是, 我们每一个人尽一己之力, 且自身之提升, 影响周遭之人事物, 继而会成一股力量。 在这只是天理良心日虚伦丧之潮流中, 匡正人心力挽狂澜。 如此必能早日实现先天大道谱传之宗旨, 即弥勒佛的原词, 大愿化污泽的人间为人间净土, 化纷乱的世界为世间天佛。 七道的宝贵要什么印证到是宇宙的至高真理? 它的作用贯穿了天地万物万类, 更是我们一生之最高主宰。 真正了解了这一点, 我们就会体认到, 道是随时随处可以被印证的。 许多贤贤得道之后, 发出了大诚心大信心大智慧, 真修真情皆能参悟道。 不只在各教经典之中可以印证道, 其实在任何时间空间万事万物我们之一身, 甚至一槽一幕, 皆离不开道的本体和妙用。 披认至此, 自然能发出永不退转之道心。 而尚未求道或刚求道者, 则需借助于一些具有形象看得到感受得到的印证, 以验定初步的信心。 依任何人, 只要有求道, 经过《生诞》天命之名诗点开玄观正门, 传授三宝者, 无论其功德高深为末。 此后皆是身软如绵, 面色如生, 灵性由正门归天, 东不品诗, 下不复臭, 甚有多至数日不变, 亦相满事者。 目前的科技文明和医学知识还未进步到足以解释这种现象, 但却无法否认各事实的存在。 这种现象虽曾出现在某些宗教中, 但极其罕见而珍贵。 而求道之人除性, 道不足于反道败得者, 不敢定论外其余, 则比比皆是。 肉身既显似锐香, 足可正其灵性以登善境, 当无疑问。 二人虽为万物之灵, 其实是很脆弱的。 自从生在这个世界上, 就难免天灾灾人祸的威胁。 甚多以求道者, 在遇到人力不可挽救之危急情况下, 澄清使用三宝, 皆能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这种例证多得不可生数, 无法在此依于例句。 以上两点虽然极为宝贵, 但却是任何人只要以求道, 借着上帝的天命宝贵, 立刻就可以得到的保障。 此后, 就随个人的诚心智慧及对真理之实践, 而又或深或浅, 不同的体验了。 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希望各位具有善真, 有机会能得闻大道的天生女士, 皆能入宝山而满载而归, 皆能求道而同真善敬。 Introduction to D-A-O-I, What is D-A-O-I-I? D-A-O and M-E-I-I. What it is in D-A-O-I-V. What do I get in R-E-C-I-V in D-A-O-V? What do we need to receive D-A-O-V-I? What impact does receiving D-A-O have on M-E-D-I-I? What can attest to the validity of D-A-O-I? What is D-A-O observing the cosmos and all the living beings consciously, among all the earthly activities and phenomena, we will find the existence of the laws of nature. There is a supernatural origin which guides all the operations happening across the galaxy, the earth, and the human beings. We call this source D-A-O. D-AO existed before primordial time, and even before the universe was merged. It is the origin of the world and it thereafter nurtures all the creatures and beings. Since it is unchangeable and does not evolve with time, it is the ultimate truth. It is what all saints and sages throughout human history had been searching for. The essence of D-A-O is the foundation of nature. The law or the power that existed before the universe was formed is beyond description because there were no civilizations nor creatures, let alone languages. Since it cannot be applied any name, we simply call it D-A-O. After the world was merged, along with the mutations of the universe, we see the harmonious actions as exhibited in seasonal changes, rhythms of time and tide, and the balance of the ecosystem. We also find some conformity of human nature across various cultures. These prove the laws of nature. This is the extension of that original D-A-O when it is substantiated and materialized. It merged into everything that is within and within us. Now that we know Taoists present universally and yet difficult to be recognized, there had been prophets and preachers trying to make us know and understand the origin and the truth of life through various teachings and literatur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civilization. They were scattered around the world throughout history. As a result, great commandments were taught to disciples and goodness and badness were differentiated. These teachings varied, based on differences in culture, background, timing and the level of each individual's comprehension. However, they all tried to express and transmit to their descendants, this creator and chief of the universe. It is God, or what we call Tao. As we get to know it more and more,we will realize that the essence of Tao and its effect covers every existence without any exceptions. The Tao is actually the headwaters of all religions. It embraces the essence of all the preaching and teachings. And yet,it is superior to the system of belief. It is the nature,the universe itself. The Tao or God represents the highest authority and power of nature. It is also the headstream and superior to all. It is the unchangeable principle. Understanding Tao allow us not only to discover the center of all religious belief, but also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originand the highest power of nature. We will then be able to relate ourselves to the truth of the universe. To probe further,Dao existed before the formation of all, yet it was not anterior, which means that the creation was embedded in it. Dao emerges into the creation,yet is not posterior,which means that it is not thereafter limited. Among those created,however large,they can be measured,however small,they can be detected. It is only Tao that cannot be measured of its immensity nor detected of its existence. Therefore,it is larger than the largest and leaves nothing excluded,and yet it can be smaller than the smallest and leaves nothing not penetrated. It is ubiquitous.It merges into and governs all. It is in charge of the space,the earth,human beings,all the creatures,and all existences. It penetrates and regulates the entire universe. It is the source of all the scriptures,sutras,as well as dharmas. It encompasses all the religions,and it is what makes one a buddha or a saint. It is the single chief of all. And, above all,it is in charge of each individual too. It is the divine self. This is the true meaning of Tao. We should get to know it this way and rediscover our own invaluable treasure. So,to practice Tao is to revive one's own conscience as well as everyone else's and to act upon it accordingly. Then,all people can be of one spirit,all nations can be in peace like a family,and the great harmony will come true. How precious Tao is.Ii.Dao and me the significance of Tao is in its immensity and ubiquity. It's mightiness guides the universe to carry on with changing seasons and evolving creatures. The countless aspects of the natural phenomena seem so capricious and yet really in order and in cycles. This almighty being also resides in each of us. It is the divine self,the natural quality of a person. It enables us to see,to feel,to taste,to hear,and to move without learning. While we research the ultimate.